一个可怜的女大学生被绑架 头 手 脚用绳子捆起来 完全动弹不得 带鸟嘴面具的变态围着她转 欣赏着这个战利品 之后女人一直被关在地下室 变态不停地对她洗脑 让她当自己的奴隶 随后把女人的头按进水里折磨 直到她不得不服从自己 更变态的是 罪犯还返回过一次案发现场 搭讪女人的母亲 母亲之后反应过来报了警 警方立马还原出了罪犯的模样 但他们还无法马上抓到这个神秘的罪犯 这是一位丧心病狂的水街屠夫 在女大学生失踪案之前 就已经有十几起连环谋杀案发生了 作案手法一致 被害人都被开膛破毒 罪犯掏空了他们的内脏 作案地点横跨几个钟 几乎蔓延到了全美国 警察却对此毫无头绪 他们还在罪犯曾经的窝点 发现了一千多个录像带 全是惨不忍睹的虐杀过程 善良的女警察看了都忍不住落泪 因为第一起的女士是在水街发现的 他们把罪犯称为水街屠夫 警方曾在一个院子里挖出很多无头尸体 显然都是水街屠夫所为 他曾大意对夫妇的便车 中途却在人少的地方杀了他们 男的当场被抹了脖子 女的被迷晕后带到地下室虐杀 等警方找到尸体时 发现男人的头被塞到了女人的肚子里 可以说是非常残暴 不久后屠夫就盯上了一个女大学生小美 跟踪一段时间后趁她父母不在 前进了她的家 屠夫躲进洗衣房里 偷窥着小美和男友的一举一动 等两人暂时分开时 屠夫先斩杀了男友 然后从小美背后偷袭扑倒她 拽着她的头使镜撞向地面 直到她完全晕过去 小美再次醒来就已经在地下室了 双手悬空被吊在绳子上 变态给她戴上了一个假人面具 这样就可以不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了 最后饱受折磨的小美精神崩溃 逐渐接受现实 认屠夫为自己的主人 女人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后方突然出现一个戴面具穿黑袍的男友 她以一种非常怪异的姿势 朝这边慢慢爬过来 来到女人身后便举起手指 上面是两根又细又尖的钢针 女人脸上除了惶恐就是不安 下一秒屠夫把钢针插进她的脖子 女人就这样被残忍杀害了 几小时前屠夫穿着警察的制服 骗女人上了车 本想搭个便车的她 没想到自己已经踏上不归路 这个变态屠夫实在是太人渣了 连小女孩都不放过 两个可爱的小女孩来邻居家索要一点糖果 邻居热情友善地把他们迎进家 还给他们递来了可乐喝 邻居骗他们说自己地下室养了一只小浣熊 小女孩们就忍不住好奇要去看看 这一看他们就永远地失踪了 而这还只是变态屠夫无数案件中的一件 更嚣张的是 罪犯对着加油站的监控 比了一连串奇怪的手势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眼尖的警察看出他说的是红房子 不久警察果然找到女孩们的尸体 但罪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接连发生的命案被媒体大肆报道 小镇上人心惶惶 警察方面的压力也就更大 好在他们终于在一个男人家里发现了线索 根据水杯上的和尸体身上的指纹对比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他也是一名警察 在他的车上警察发现了受害者的物品 加上他没有案发时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逮捕了他 因为案件的影响力之大 从抓捕到定罪 都受到了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罪犯没有否认没有上诉 于是法院判了他死刑 而且是立即执行 就在警方准备结案宣布胜利时 他们惊奇地发现屠夫根本不是他 因为不久之后又发生了 类似手法的连环谋杀案 死者是三名女性 他们通通被肢解 尸体被做成了艺术品 屠夫之前伪造了一系列证据 导致警察抓错了人 警方不仅面对大众道歉 还发誓一定尽快抓住真凶 这是小美被绑架之前的模样 青春活泼 这是她被解救后的样子 却对罪犯丝毫不怨恨 还口口声声地说罪犯是爱她的 某天警方接到一个匿名报案 说出了罪犯的藏身之所 但等他们全副武装的打到时 罪犯早已不见踪影 屋内的墙上有可疑的血迹 客厅里摆放着一个木质棺材 打开后令人无比震惊 竟是一个活着的女人 她全身穿着女仆装 脸上戴了一个假人面具 宛如诡异的洋娃娃 她就是八年前失踪的小美 如今已经变成一具刑尸走肉 有无数被割伤烧伤的痕迹 她的牙齿被拔掉了五颗 而且全身多处骨折 因为紧缩装置的束缚 她的骨头已经变形 并且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被折磨了整整八年的小美 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警察想问她关于罪犯的信息 小美全程不在状态 反而一个劲地说那个人还爱她 现在只是暂时抛弃她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两个星期后小美上吊自杀了 因为她认为只有这样那个男人 才会来找她 果然几天后警察发现 小美的尸体已经被盗走了 不难看出小美的精神 已经被完全控制了 因为罪犯一步步引导 她成为自己的奴隶 甚至逼她亲手杀掉 另一个被绑来的女人 小美无奈照做 这也成为击垮她心理 最后一道防线的开始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最终警方没有抓到罪犯 这部电影名叫 波及普希录像带 是一部为纪录片形式的惊悚片 录像带的画面 让故事看上去更真实 也更恐怖 所以不建议一个人观看